OK 主赛班是明少结束了全场比赛 最终中部队0比1输给了叙利亚 在这一次9月份的两场热身赛当中 只是收获了一个进球而已 一平一副 这个战绩可以说是相当的糟糕 而且在球场上暴露出来的问题 也同样是非常的多 我们可能在两场比赛干完之后会觉得 踢的什么 踢的是什么 我们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生气 但是这就是目前我们这一支国家队 所面临到的真实的状况 我们在两个丢球当中 第一个是张立鹏的一个失误 导致对手的快速反击 最终形成了进球 好在是越位了那么一点点 之下居然是能够将球交给对手 给到进去里 面对门将交动路危险 球进了 但是在不到10分钟左右之后 对手又再次完成第二个进球 第二个进球大家还记得吧 整体的进球过程是什么状况 右路给过来之后在内部 那个位置上 徐欣选择了一个我们非常难以理解的防守方式 最终导致给到对手的压力不够 对手完成进球 而在随后比赛当中 中队尝试打反击 也换上了像陈朴像巴顿这样的攻击型的球员 从效果上来说的话 有一定的改善 可是我们门前终结比赛能力有所下降 可以说这两场比赛下来 中队的收获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中场 李可的防守和向前传球能力得到了验证 另外就是谢鹏飞这个位置上 他身批10号球衣 我觉得对于目前的这些中国队来说 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选择 当然除了这两个比较好的发现之外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其他位置上 比如说孙国文 比如说徐欣 还有比如说对艾克森的使用 到底应该怎么来用 这个是接下来 杨克威奇需要来重点去解决的一个部分 这一次谢鹏飞下顶倒三角回胶 整体的进攻配合 终于在这一次完成的还是不错 但是最终射门是被对方封堵 这是五磊本场比赛 唯一的一次比较靠谱的射门 谢鹏飞 上半日比赛有过两次命中目标 这个就是在对方的防守之下 其实也稍微显得无奈 只能在外围起远射 但是这脚射门 是比较有威胁的一次 左路 又是谢鹏飞 拿球第一射 这一次是穿了对手的一个小门 但是门将的注意力依然是比较集中 刚才我在做的是对这张比赛的一个大致的总结 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探讨一下 你认为接下来国足的最为合理的名单 和更加合适的打法应该是什么 感谢大家陪伴 欢迎各位可以长一点点赞关注一键三连 谢谢支持 欢迎订阅